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彭老师 您在学校嘛 对吧 一到这个中午 这个零一打 下课啦 吃饭啦 那个时候大家都往食堂奔过去的这种场面 是不是很壮观 非常壮观 特别是我到那个大学生食堂 我感觉到那个大师傅也非常忙 同学们的心情也非常急 我们在排队的时候觉得特别头疼 说这前面怎么老是结算不清楚 怎么那么慢呢 是 据我了解 现在大学食堂有两种方式卖饭 一种方式就是你到窗口 大师傅给你盛 要这菜那菜 盛完以后他给你算钱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 类似于自助的这种方式 大师傅根据你要的菜的种类 给你进行结算 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 我觉得大师傅会非常头疼 因为你看咱们的菜有这么多种类 还得一一来辨认 而且一一地想它们对应的价格 对不对 把你所要的东西都给你合起来 所以这个还是很费事的 那么这种方式 有没有更快更便捷的呢 今天我们的发明人 就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我们来看看 他有怎样的奇思妙相 每到吃午饭的时间点 上海交通大学 敏航校区的学生食堂里 都要上演一出排队大战 这波今天刚下课15分钟 两对长龙 已然排出去很远了 再来的稍晚点 等待十几分钟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收银师傅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严守并用 一个接一个快速结账 可是人多心急难免出错 这波又结错了一单 上海交通大学 敏航校区 在校生四万多人 仅一个食堂就有上千人 同一时间点前来就餐 等候时间长 收银计价压力大 偶尔有错误 类似的情况 每天都会重复上演 有时候队伍排得很长 进行还快一点 所以就快些时间吃到饭 也会中午也会比较饿了 如果后面有课 或者有事情的话 可能会稍微更急 中午上课的点 人物的就好 挺大的我们压力 这因为排了好餐的队 一定要不要耽误 眼里脑的都要必用 都要集中精神去打 在忙的时候 可能有处理小差误 肯定有点 对于计价人员来说 计价任务 呼噪重复 稍有出入 还会引发口舌之争 对于用餐人员来说 人工计价效率有限 长时间的排队等候 也是满腹怨言 难道就不能通过一种机器 既解放人工 又能改善大家的 用餐体验吗 庄先生您好 打扰一下 你们是刚用完餐吗 对对对 每次这个就餐 我看人特别多 对每次排的劲儿 挺烦人的 但是我们那个学院 有两个学霸 好像研究出了一种 快速识别菜品的机器 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吗 对对对 那能带我去看看吗 好的 可以 好嘞 记者跟随两位同学 一起来到了实验大楼 来 刚好咱们站 就他们 就他们 对对对 好嘞 谢谢 谢谢 同学 您好 打扰一下 您好 我们是那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我来发明栏目的 听说你们在做一个自动的机架系统 对 是的 发明人 田园诸记团队 发明项目 自选餐厅 自动计费系统 田园 传说中的学霸 可谓名不虚传 他学习成绩优异 从小连跳数级 19岁就已经博士再读 目前是上海交通大学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图像研究所 博二在校生 诸记也是实力学霸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 研究方向是 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 曾发表多篇国际论文 并获得多项 人工智能算法 挑战赛的冠军 学校食堂 是他俩和同学 每天都会去的地方 每次看到很多学生 加入排队的队伍 别人懊恼等候的同时 田园 总是若有所思 每餐我去吃午饭的时候 排队队伍都非常的长 看到这个现象 就想着用我们自己的专业知识 也就是我们本身是做 人工智能同样处理的 就是把这个技术落地到餐厅这边 来解决他们这个问题 一段日子里 田园和同学们走在回实验室的路上 同学们有说有笑 田园低着头思考 慢慢落在了后面 田园突然抬起头 冲到前面加入同学的队伍 他把自己的想法跟同学分享 在其他人都没有太大兴趣的时候 一旁的朱迹 却和田园想到一起去了 田园朱迹两人一拍即合 三个月后 第一代自动计价系统 研发成功 我看它不就像一个 感觉像一个电脑屏幕一样 对 从外形上来看 它的组成就是 两块显示屏以及一个摄像头 然后软件上来说 就是搭载了我们自己的 基于图像处理的 这样一个晚叠识别算法 第一代自动计价系统 由高清摄像头 软件识别系统 触摸显示器 消费机 四个部分组成 将需要结算的晚盘 放入图像采集区域内 自动采集一张图片 通过托盘与碗叠部分的亮度差距 用传统图像处理方法 对碗叠部分边缘的多边形 进行提取 由软件识别系统 将提取部分 与库内提前录入碗叠的颜色 形状 大小 三个参数进行计算匹配 快速准确计算价格 自动发送至消费机 进行刷卡结算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设备 它是不是能够代替人的大脑和眼睛 然后去识别和技嘉吗 对 我们一台机器就可以代替一个收音员 而且它相对于人来说 它更准 更快 是这样吗 对 那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先做一个测试 来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好呀 我们准备了十种不同颜色 不同大小的碗盘 将它们提前录入系统内 贴上价格标签 再来一一对应 行 那我们现在就从第一个盘子开始测试 好了 好吧 第一个是黄色的 3.5元 没关系 第二个 这个是5.5元 5.5元 4.5元 4.5元 6元 好了 我们试一下这个 这个和刚才的椭圆碗有点像 绿色八小碗 4元 这个4元 没问题 现在已经过半了 50%目前是全部正确 剩下的5个你们俩还有没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这是我们第一次就是随机挑选这么多种碗节的主意的进行测试 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有挑战的 好 现在已经5个碗了 那我们继续往下测 好吧 好的 这个同样是绿色 这个是方形的 3元 3元 剩下的5个碗盘 毫无悬念都识别到了正确的价格 所谓自动计价系统 首先要能将碗盘自动识别出来 进行种类判断后 再将识别结果转为价格 然而这两步仅需一秒左右的时间 就快速完成了 在我们随机准备的10个碗盘面前 机器有了不错的表现 达到了100%的准确率 那么我们再来加大难度 你觉得我们加大难度 给它里边同时放几个 它还能计算正确吗 可以 没有问题 因为在实际场景中 就是这样使用的 5元 5元 3元 8块5了 5块 6块5 再加4块5 21 我们现在已经算好了 看机器跟我们的结果一样 采集成功 谢谢你 刚才加的一样 对 那我们再给它混搭一下 好 好 好 1.5元 1元 这个是同样的形状 但是不同的颜色 是的 对吧 然后这个是4元 不同的形状 同样的颜色 对 9.5元 采集成功 谢谢 没有问题 看来混搭者是难不倒他的 是的 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拿空盘子在做 如果我给它里边放不同的食材 它会认错吗 您可以试一试 自动计划系统 自动计划系统虽说是通过碗盘来进行识别 但是最终使用 里面是要盛放不同菜品的 我们准备了一些食材道具 放进碗盘之后 会对它的价格产生干扰吗 我们更换了不同食材和不同碗盘后 机器依旧识别出了准确的价格 那么我们再把它们放在一起合并计价 这一天正好赶上周末 借着餐厅中午休息的空单 田园租记带着自动计价设备 来到了之前联系过的校内餐厅 虽然之前联系过 但当餐厅的胡经理 真正看到这样一个计价系统时 对于他能自动计价 还是表示怀疑的 你这个一台机器 能够代替我们人的计算能力 人的大佬 这有个摄像头 然后它放这一放 它就自动显示下 准确率有多少 我们现在测的准确率是百分之百 没问题 现场再试一下 你操作一下看看 可以 由于实验室离学校食堂很近 田园租记早已将食堂的碗盘 提前录入进的系统内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实际验证了 好嘞 我这里也看一样 我们的这样一个机器的一个效果 嗯 这个识别功能这么快 价格已经出来了 可以这么快吗 我要再试一下看看 要拖起来是吗 拿出去然后再放进来 这样的 这样识别是吧 这个东西 也是很热火的 经过好几轮尝试 餐厅经理对识别结果非常满意 这个太快了 放上去已经识别出来了 可以可以可以 那胡经理您看 要不我们明天中午 把机器放到您这边试一试 就试几个人 您看一看 行行行 几乎没费太多口舌 自动计价系统就以完美的表现 赢得了胡经理的认可 他当即决定留下来进行试用 这样能够实际试用的机会 对朱继和田园来说非常宝贵 第二天的下午 他们和同学一起为出战告捷 而举杯庆祝 几个人兴致正浓时 田园的电话 突然想了 喂 喂 你好 胡经理 心意怎么样呀 出问题 好好好 我们马上解决 马上解决 好好好 拜拜 不好意思 那个胡经理那边出问题了 比较紧急 需要我们现在去解决 我们赶紧过去 不好意思 刚刚还洗上没收 一个电话却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田园住记火急火燎地赶到了食堂 餐厅胡经理早已没有了昨日的心情 整个人非常恼火 把他拿走 拿走 中午一忙的时候 盘子靠近一点就出现混乱 就识别错误了 手机放进去 钥匙人家放在托盘里面也识别成菜 你这个根本没办法用 原来胡经理本以为得了一个得力帮手 在中午用餐高峰 就已经用上了自动计价系统 第五餐厅也是学校的大食堂 每餐也有近千人前来用餐 一开始自动计价系统还能够正常结算 可是随着结算人数越来越多 一个接一个的问题 接连而至 最后 同学放在餐盘里的手机酸奶 一杯误识别微碗盘 进行合并计价 这让胡经理实在是无法忍受了 还是人工继续结算吧 你赶快把搬走 搬走 搬走 这个中国忙得要死 你这个又不行 还不如我人工自己人工打 结算 面对胡经理的指责 田园诸记感到非常疑惑 他们决定亲自来测验一下 去个角 挡挡之后 跟这个一堆菜的价格是一样的了 本来是这个价格 两个碟盘子是一样的 不只是打碟它会错误 就是放一张学生的卡片 它也会识别成菜肴 这没办法弄的 你看吧 卡片也会算成一块钱的菜钱 没办法用啊 你这个 怎么用法 中午忙的时候 同学他们也卡片放在托盘里面 很正常的呀 对吧 它刷起来方便 然后这种大碟 学生他又不会给你分得很开的 什么机器啊 你这个 先拿着 拿着 拿着 好吧 面对着原本让他们颇为得意的作品 却出现这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两个人的心情真是万般滋味涌上心头 却无从排解 突发情况令两人食料未及 在真实场景的考验下 他们所采用的传统图像处理方法 暴露出了抗干扰物能力差 抗遮挡能力差 对光线要求高等等问题 那么面对这些问题该如何是好呢 田园和朱记两个人 却在此时产生了一些分歧 我觉得我们之前使用的方法 还是太传统 太简单了 有一些根本的缺陷是很难克服的 现在最新有一些比较先进的 基于神经网络的方法 我觉得是最有希望解决我们现在这个问题的 新的方法意味着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 那钱怎么来 他大概需要5到10万的这样一个投入 即使我们筹备到之后打水平了怎么办 以及假设对我们的问题是有效的话 那最终它的一个落地的准确率是多少 这些都是未知数 总得尝试 如果我们依赖上一个方案 肯定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 我们很难解决 技术不成熟应该怎么办 最后的落地准确率有没有完整的一个保证 反正我不成立任何观点 深度神经网络当时虽然在学术界有比较多的应用了 但是它本身还不够稳定 就是我们看到最好的论文的结果 可能也只有95%左右 但是我觉得在当时的神经网络基础上 如果针对我们的场景去做一些网络结构的优化 是有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田园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资金的压力 新技术的不确定性等等问题 都是摆在他们面前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段时间里田园在原有的技术方案里寻找突破点 朱记则一头扎入深度神经网络技术里 寻找优化方案 后来经过一两个月的尝试我们发现 它既然是这个技术路线的天然缺陷 因为我们的专业知识也没法给它弥补了 既然朱记有它提到的那个想法 我们就是决定试一下 正好当时我的实验室采购了一批GPU服务器 再加上我们前期通过参加一些创业比赛 获得了一些奖金 我们把这些资源资金 用在新的技术方案的研发上面 时隔两个月 两个人又回到同一方案的共同研发轨道 用于深度神经网络训练学习的GPU硬件设备 也安装到位 田园和朱记通过对神经网络结构 以及它的目标函数进行修改 在研发的困境中 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然后发现 经过我们对 就是说当时论文上的一些方法的一些改进 我们可以做到一个 超过99.5%的这样识别准确率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的日子里 田园和朱记进行了实验测算 以及海量数据积累分析 带识别物体 每种几百张不同角度扫描 并对易识别错误的物品进行重点扫描采集 如此一来 深度神经网络可以从海量数据中 自主学习特征进行识别 让机器自主智能地从数据中挖掘特征 从而达到快速准确识别的效果 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测算 新一代自动识别计价系统做好了 除了核心软件的更新 识别显示的屏幕也变成了平面设计 田园诸记这次信心满满 这波他们再次来到第五餐厅 带着机器找到了胡经理 胡经理 这次我们已经把上次遇到的问题都解决了 上次出现的 因为晚节折盖是个错误 卡片手机都会识别弄完 那些我们通通都修复掉 以前的问题那么严重 你怎么可能 要不我们再试一试 那行啊 你赶快拿出来试一下 马上马上同学要来了 看着机器已经搬了过来 胡经理勉强答应 上次的失误还让他心存芥蒂 这次虽将信将疑 但还是决定先考验考验他 价格对的 盆子叠起来然后再试一试 你看在这种两个椭圆 它整个边都被压到了 也是识别没问题的 将这两个八角还有方形 他们的角像这两个也被完全遮到了 其实还是能完整的区分开来的 你看这两个碗是一样的 都是八角都识别出来了 然后上面遮了一个椭圆的盘子 这个遮挡率大概超过了30% 它依然没有影响这两个碗的识别 那么之前这种卡片手机 那个问题比较严重的 请筛卡 手机卡片都是没问题 可以多试一下 您还会筛卡呢 请筛卡 您还会筛卡呢 挺多的 它识别不出来了 这个卡片 第二代自动识别计价系统 抗叠盘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 即使碗叠支挡面积超过30% 依旧可以进行准确识别 而且一些干扰物 也不会对它造成任何影响了 近一个月时间过去了 我们再次来到学校第五餐厅 虽然就餐的同学依旧很多 但有了自动计价系统 排队结算的效率 真的是大大的提高了 这个计价的话 它比第一代准确率 就更高 可以达到99.9% 甚至可以100% 工人的话 顾测 然后再计算 它容易出错 它这个也解决了 工人的这个 起力 劳力 全部解决掉了 那么 面对这样一个新机器 同学们 有没有新的体验呢 就是比较方便 能节省更多的时间 比较快 比人工快 蛮方便的 经过时间的检验 自动计价系统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分享着田园珠记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其实不然 它们比之前更忙碌了 一段时间里 它们来回穿梭于多家餐饮店 与负责人进行交谈 它们希望自动计价系统 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以及更为广泛的应用 我们的设备可以通过 识别不同的碗 来完成自动计价 其实别碗 那我每天有20几个菜 每个菜的价格都不要 那里面都能买 那我给你看我菜单 那边啊 帮我菜单走啊 你先看 我们每天都有20几个菜 这么多种价格 对啊 每周差不多要出100多个品种的菜吧 但是通过碗来区分价格也可以 就餐盘多一点 那这样我得用多少盘质啊 那不好意思 谢谢你 好 抱歉 打扰 我们发现有大量的餐厅 他们并不买账 他们认为就是说 这个还不够 然后它的价格品类 可能有三四十种 都是比较常见的 对 这时候你让他们 引入三四十种碗碟 然后分别还要记住 这些碗碟分别装什么菜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从这方面来说 它会影响我们设备的推广速度 自动计价系统在投入过程中 要求餐厅里每种餐具 要对应一种价格 那么在价格分级较多的餐厅 也需要准备相应准备数目的碗碟 这个是很多餐厅不能接受的 那么这个问题究竟能不能解决 对田园和朱姬来说 无疑是一次更大的挑战 对这种价格种类比较多的餐厅 我们也要把它给拿下 因为我们本身是工科 本身是做技术的 所以我们只要捕捉到了 更有挑战性的技术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更想去挑战它 是挑战也是机遇 两个人决定迎难而上 在二代技术找不到突破口的同时 苦于思索的两个人 突然迸发出了心灵感 为什么要受限于碗碟种类的限制呢 直接去识别菜品内容 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我们收集的时候发现 中式菜品的菜品数目 绝对数目是一个 无限的一个这样的数目 我们延续第二代的技术思路 我们没法做到它 好在我们有二代的基础 就是我们已经推广到了几十家餐厅 然后从这些餐厅中 收取到了上百万张图片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才有可能去尝试 第三代的改进 用菜品识别替代餐具识别 这可是跨越式的改进 中式菜品千变万化 如何能快速准确识别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它不同的菜 它对应的原料 烹饪方法或者辅料 它总有一个不一样的 我们只要把每一个菜的 这三个属性给它判断出来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菜 给区分出来了 对一个餐厅里面 对 为了让机器学习到 中式菜品间的细小区别 他们一方面收集了 总计数百万张的 中式菜品图片 另一方面 他们针对中式菜品 本身的特点 自主研发了分层的 多标签细立度图像识别算法 经过了努力 终于新一代的机器 改进完成了 谢谢 肯元 你好 这个新的设备已经做好了是吧 是的 我看这个外形 好像又有了很大的变化 对 这次我们的设备 考虑到了人脸支付 对 然后这边有一个 面对客户的人脸摄像头 然后同时我们可以支持 那个菜品识别 就不是像二代那样只支持晚叠数 黄老师 我觉得现在我们把难度系数 又提高了 本来识别这个盘子 还有规律可循 你现在要识别这个菜 这也太难了吧 我们在这儿拿来三盘菜 这不是菜 这是树叶代替的菜 你能不能看出 这三种树叶它的差别 那肯定可以 最左边这一盘就是红色的 是比较皱的 对吧 中间这一盘呢 是有纹路的 对吧 然后旁边这一盘呢 相对来说比较细嫩的叶子了 是 那么如果说我现在要把这个 相片给它照下来 就是我照一张相 这张相也给它照下来 它这样的叶子 你看 这样的 照下来 这张是这样的 长一点的 窄一点的叶 那么你现在拿了一盘 我要是拿这个对一下 你看一样吗 那不行 不行 拿这个对一下 你看看行吗 那更不行 拿这个对一下 这行了 这个工作计算机完全可以 是吗 这个好难啊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你比如说鱼香肉丝吧 它那个形状 你怎么捕捉呢 它鱼香肉丝 肯定是里边有很多 串条的丝 它跟扁豆又是不一样 这个分辨能力 计算机还是有 真的 你看大食堂里边 咱们吃出了这种 很高端的感觉 确实让这个吃饭呢 也变得有科技感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 再好好看一看 发明人的这一台火焰 金金 第三代菜品识别 智能计价系统 将人脸识别 扫码支付 刷卡支付功能 融为一体 采用最新一代 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采集海量 菜品图像 基于业界领先的 细立度图像 识别技术 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通过系统分析 菜品的原料 辅料和烹饪方式 等属性后 与库内提前 录入菜品的相应属性 进行计算匹配 从而实现 快速识别 准确计算的目的 那我现在比如说 要达到这个菜品识别 现在要怎么操作呢 过程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只需要花 10到20秒的时间 把这样的一道新菜 录入到我们的系统 告诉我们的这个系统 它的价格和名字就可以了 我们录入一个 冬虫下槽面 比如说这份菜的价格 是15元 好 没问题 采集 采集成功 采集顺盈 现在已经可以了 请摔开 哇 这么快 差不多就是一秒钟的时间 对 可以把另外两个也放进去 已经录在 已经录过的 对 请摔开 非常快 直接识别出来 它的菜品信息 以及它相关联的价格 那我们把三块再放在一起 因为这两个我觉得还挺相似的 它都是面 只是上面的这个辅料不同 对 非常香 嗯 没有问题 对 你看它们两个的碗 是同样的 完全一样 可以 就凭它确实是通过这个菜品的不同 然后识别出了它不同的价格 对 对 这次两个人信心满满 搬着新机器 像之前去过 但被拒绝的餐厅 进发了 他们来到了一家大型连锁餐饮店 找到了之前 拒绝过他们的江经理 江经理 这我们上次是 年纪年说给人做的新机器过来 您可以直接来看一下 对 可以坐来看一下 对 因为之前不是跟你们说的吗 对 我这边可能晚点还是不太方便 去更换太多 所以 没关系 我们现在做的 已经不是碗碟识别了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识别每一道菜 识别菜 对 就像人一样 你有一盘番茄炒蛋 我们的机器可以直接判断 这是一盘番茄炒蛋 会显示在 这么厉害 对 我觉得可能还是 我们收银员 人工来收银 可能会靠谱一点 因为机器 毕竟菜那么多嘛 而且中餐就跟 一种西餐不太一样 它变化比较多 同一餐餐 是 你是不相信 它这个机器 可以识别菜品吗 有怀疑吧 就是我觉得可能 还是人更合适 就是人工收银 比机器要准确很多 那我觉得是这样 你看它们把机器都搬过来了 咱们要不要先测试一下 先看一下 那也行 那反正我们现在营业结束了 我还有一些菜 那我们拿过来试一试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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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讲经理 江经理所在的餐厅 是位于陆家嘴软件园内的 一家大型连锁餐饮店 每餐的用餐高峰 都在千人以上 排队现象也是常有的事 那么能不能得到 这家大型餐饮店的认可 对菜品识别系统 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很快江经理准备好了 十道常见菜品 先来对机器进行一个考验 这十道菜都是我们餐厅 比较常用的一些菜 然后可以让他们试一下 在很短的时间内 先对十道菜品进行了录入菜集 我们刚刚把菜都录进去了 那价格现在设的是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五块 六块 七块 八块 九块 十块对吧 对 那我们现在就试一再分 好的 好的 一块的茄子 请刷卡 对的 这也是两块的 两块 请刷卡 对的 二块 两块 那这个 请刷卡 十种不同的菜品 价格设定从一元到十元 依次进行的识别 结果完全正确 谢谢 祝你用餐愉快 好厉害啊 这个 完全出乎我意料了 会不会是因为它这些菜 可能区别还是比较大 所以我想让我的厨师 烧两个新的菜 原来第一波考验 仅仅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 餐厅经理会为菜品识别系统 设置怎样的考题 机器会经受诅考验吗 我们拭目以待 哇 考题端上来了 配菜的原料都很香 特地挑了几道我们收银员 都可能会出错的菜 您现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为什么要给它出这个考题 就萝卜丝和土豆丝都是丝状的 拍照片的话 它可能就是一坨白色一坨黄色 可能会比较难吧 这三道菜是我们平时收银员收的时候 都可能要多看两眼 这个真的是不好区分 因为都是绿色的 而且它的配菜都是肉 那第三道考题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难的 因为它俩都是发财 只是这个上面我多了一些配菜 我看这几个也是咱们厨房的师傅 是吧 你们觉得这几道菜难吗 如果靠机器的眼睛去识别它的不同 我感觉有点难度 因为它们的颜色都比较相近 而且张牌也比较接近 你觉得它能识别得出来吗 有点难度吧 别说人都能出错机器也会 厨房的阿姨都不相信 你们能把这个菜给分辨出来 对 这几堆菜确实有难度 不过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接受这个挑战的 面对将近礼出的三道先考题 我们进行了现场定价和陆路采集 考验开始了 请摔开 哇 好 很厉害 对 再试一下其他的吧 三个我们一起放上来看一下 请摔开 哇 都对了 对 再看一下 蒜苔肉丝是这个对的 姜豆肉丝 青椒肉丝 青椒肉丝 哇 还是可以 对 都对的 你要去再认一下是吧 对 我要仔细看一下 它的名字有没有写错啊什么 菜名都对上了 都对上了 对 前两道考题轻松通过 那么最后一道考题 同样的菜品辅料不同 它还能顺利识别吗 最后一道考题 看能不能顺利通过 好的 好的 请摔开 西兰花丑拉丑 哇 可以 完全没问题 就是说很少的配菜 它也是能够识别出来的 对 对 这是为什么 只要它保留了那个 有一些区分力的那种 特征的服用就可以了 或者是做法一类的 对 怎么样 你的终极挑战 也没有难倒它呢 哇 真 这个 这个真的 佩服 确实很 机器的完美表现 赢得了餐厅江经理的 赞叹于认可 但是 一个新的顾虑 又来了 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餐厅中 我两个小时高峰期 可能有几百个人 那你这个机器 它能长时间的 不出差错吗 包括速度能不能跟上 会不会有卡顿 我觉得您可以 找一个收鸭阿姨 来比一下 找个收鸭阿姨 来比一下 那 这样 那我找一个 我们餐厅的王牌收鸭 来跟你们比一下 好呀 好呀 好 王牌收鸭 对 它收鸭很厉害吗 是有很多年的 这个经验吗 对 而且它算的速度 非常快 就是有时候 看牌子看一眼 就知道了 又快越准 这样餐厅中午 一中午几百人嘛 然后那个 那收鸭阿姨在哪里 就是我本人 那您是金女啊 对 因为我之前 一直在餐厅做收鸭嘛 所以 比较熟悉这一块 所以感觉 可以跟机器PK一下 哇 这边是王牌收鸭员 他要挑战你们的机器 我们接受挑战 而且我们很期待 就是说有这样一位 有经验的收鸭员 和我们的机器做一个比试 那明天我们对战一场 明天 好 来一场挑战 第二天一早 后厨就开始 为今天的比拼 做准备了 有肉有素 有鱼有蛋 种类丰富 花样繁多 总共备下了 二十种菜品 再将它们 各分成六份 装在盘子里 手工成菜 不可能完全均等 配菜 也不会均匀分布 不知道 这样的实际情况 会不会对机器 造成影响 对 所有菜品准备妥当 一场金牌收银员 与自动食菜 计价系统的较量 即将展开 哇 我看这边是准备了 这么多的菜品啊 对 今天我们提前准备了 二十种菜品 然后 一共是有五个菜品 这个价格 想要今天来试一下 机器和我 谁算得更快 这些菜的 这个单客价格 应该都在你的脑子里了 对 然后这个菜是多少钱 十二 这个 十五 八块 十二 十五 八块 那我现在来随机点准几个菜啊 看你能不能快速地算出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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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四十元 确实是金牌收银员 速度很快 我们的机器不到一秒 然后金牌收银员也不到一秒 看来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 两边同时开始了准备工作 田园和朱继要对二十种菜品 分别各采集一张图片 而江经理也趁着这个时间 对菜品价格进行各种排列组合 让一会儿的计算更加得心应手 你觉得会是哪边更快一点 或者更准确 我觉得应该机器会快吧 菜多少 对机器来说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是对人的话 可能就不一样 我觉得应该人比较厉害一点 因为人的话 比较随机应变一点 就怕他实际不准钱对不上 那他是不是价格就错了 我们现场找来二十人的围观群众 让他们每人不能重复的情况下 随机挑选六种菜品 放在自己的托盘中 这二十人随机挑选的托盘 又被分成两组 我们对每组的单个托盘价格 以及总价进行了提前记录 大家分别端着自己的托盘 十个人站在人工计价的一边 十个人站在机器计价的一边 现在是这样 我们两边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然后一边有十个人 然后他们端着不同的菜品 一会儿来进行结算 我们要走十个循环 相当于有一百个人来进行结算 然后哪边最先完成 而且最终的这个总价是不是正确 是我们的一个托盘标准 你们觉得一会儿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对我们的设备还是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 你这边呢 我尽力算完 尽力算完 刚才没开始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露窃了 因为听说有一百个客人 想想可能压力还挺大的 对 因为要连续不断的 我们虽然是十个人 但是要走十个循环 对 就觉得这个人数可能会有点压力 有点压力 而且就是对机器来说 这也是一个挑战 对吧 因为要连续不断的结一百次 对 它是长期的 在这种一个高压的情况下 要跟做 对 对它也是一个考验 对 是挑战我们稳定性的 一个很好的场景 一切准备就绪 一声令下 比赛开始 菜品识别自动计价系统 具有集学集用的功能 一种菜品 一张图片的输入 就可以对后续的同一种菜品 进行精确识别 人工计价一边 每种菜品的价格早已熟记于心 将经理精神高度集中 快速计算 比赛中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给每组 安排了一个计价人员 机器一边的计价人员 按照屏幕显示来计价 人工一边的计价人员 根据口头报价来记录 由于我们省去了付款环节 所以整个循环速度很快 现在是第几圈了 第五圈 第五圈 好嘞 我看看他们这边 你是第一个打头的 第几圈了 现在第二圈 第二圈 人家那边已经第五圈了 他们好快 对加油 加油 机器队一边已经赛成过半 人工队一边 却在速度上 慢了一半还多 由于一个托盘 有六个菜品 对于机器来说 菜多菜少 没有明显差别 而对于人工而言 长时间的多菜品 高强度运算 速度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面对长时间的考验 一个要看速度 一个看准确性 这场人工智能 与传统结算方式之间的较量 谁会取得最终胜利呢 你现在第十圈的第一个人 是吧 马上这个十个人就要赚完了 你这边是最后一个是吧 是的 你们这机器队的已经完成了 好了好了 停下来了 机器队的已经完成了 你们现在去第几圈呀 我们完成了四圈 现在第五圈开始 太崩溃了 我感觉 基本上一边几个都摔错了两次了 摔错了两次了 这边都不一样 还会刷卡 就是还有提示音嘛 会影响 有一点影响 心思不大 但是还是极其快 最近一倍的差距 速度当于一倍 它十圈完了 我才四圈 我们看看这边 有一点差错 有一个有一点差错 差错在哪里 就是都是七十四 结果都是七十的 其他的都是对的 这边是有一个错误 正确率应该是在99% 就是作为餐厅来说 这个是可接受的范围 还是不可接受 机器99% 我觉得已经正确率很不错了 对 已经非常高了 就比我们收银员 去收银要好很多 根据有差距 机器比较快 然后速度比较困难 特别准 速度特别快 因为我那一盘是61元 然后我每次过来 就是连走十遍嘛 全部是价格是对的 没有输错过一次 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结果满意吗 我挺满意的 虽然我输了 但是这种机器 真的非常棒 你们对这个结果呢 挺满意的 祝贺你们 发明人的智能菜品识别系统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发明 因为它将深度学习 神经网络巧妙地 应用在了菜品的识别上 仅仅采用一张菜品的图像 就能准确迅速地得出判断 那么当然 之前采用大量的 海量的菜品数据 进行了训练 这样的一种技术 大大的降低了劳动强度 也提高了我们的 用餐的体验 如果要将这样的技术 能够应用在更多的场合 那就更好了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和新浪微博 再一次感谢我们 今天的科学顾问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 彭梦华老师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锡 下期节目 再见 电器怕水 如何用水巧妙清洗呢 面对满是油垢的油烟机 新设备通空出世 不需要大卸八块 就可以给油烟机 来一次全方位的洗澡 究竟它是怎样成功 比开电机 完成清洗的呢 这看似简单的背后 又蕴藏着什么样的 科学原理呢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 清洗 总动员